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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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各位 今天今天一位有微波者 我們現在一位有 不好意思 今天一位微波者 她家的燈就是會閃爍閃爍 來坐去查看的時候 發現她是那種傳統的燈管 就是這種古形的燈狂 那建議啊 傳統的燈管的話 對我來說故障率是比較高啦 換的頻率也會比較繁瑣一點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換掉 換成LED的整座 它沒有在這裡就在旁邊 那家裡剛好有材料 大概想要把它換成燈泡的 燈泡的比較好交換 那因為剛好家裡有東西 就在這裡換整座的LED 開會 來 再往後一看 燈光的部分先拆掉這種老式的 直接打開就好了 哇 被骨的都別了 都來啦 這個油以來它電線的部分 這個沒有快速接頭 所以這邊線我會再把它撥長一點 來做一個接線的動作 接什麼白柱 接白柱 好 加油啦 把老式的部分拆掉之後 這個 自己就可以拔起來了 好 那我們先把燈坐鎖上去 那因為它是圓的 好 所以它們不用太在意它的方向性 OK 兩隻螺絲鎖好鎖滿 然後不用鎖太緊 不然那個鐵整個會往內凹下去 會造成這兩個鎖點往內翹 然後我們要關掉 OK 那我們接好了 然後燈具往上推 三兆會上推 這個卡順卡進去 哇 就可以 螺絲就可以鎖起來了 螺絲直接鎖下去 OK 非常亮 好那這邊還有一盞燈 這一盞的話是造走啦 那當初蓋房子的時候啊 我們希望說浴室可以比較大間一點 所以這個牆就把它自己往外推 但是老師傅就沒有把它移出去外面 所以造成這樣子的現象 那請出來處理一下 好那我們今天用舊的客人 燈管開成燈泡 那可能會偏單邊 因為上面的燈泡只有一半在外面而已 所以我燈泡希望把它偏單邊 好了稍微改造好了 偏單邊的設計 然後殼的話就這樣子蓋上去 哇這個偏單邊 好先把它裝上去吧 好各位你可以看到這個ROCOS 它的螺絲孔的後面就是有電線 所以你在挑選螺絲的時候 盡量挑選剛好的就好 不然它鎖的太深的話 會把那個電線給鎖破 然後造成短路 好這部分要小心一點 它就要在家裡 就用來開箱 然後現在可以用舌出 好燈泡 然後再刀來 它就iez不足 爛xCAMP 也就要先去幾次 然後再刀來 然後再刀一次 就讓你馬上刀 這一點 我們在家裡 再刀刀 時間 熱 主菜 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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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等一等 OK 裡面的燈關著 這樣很有氣氛喔 好 阿柯給我 外面有亮嗎 算夠亮嗎 我看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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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